Zither Harp 落墨精灵眼是否热闲的浮动 银身断残斗流 重现泪行游走 没隐藏的证据逃不过我的手 加上谎言最安望几口 强火在现在盘中不过 只一笔血空发动越过 只要接受自我 不要说一切都是借口 好看乱动 不敢冲破 绝不对错 不要说一切都没对错 是非假装 勇力折脱 尝尝尝尝 没有人 是可以逃得过 霍鲁斯下的陷阱 霍鲁斯绝顶聪明的英雄 你也不例外 剩下的最后一个 杀你 是多么轻而易举的事 可不行 无论你死得那么轻益 毫无论是山鱼姬 来对付敌人 尤其是 这只老狐狸 是 何哥 阿草, 空路來了…走我們 空路, 救命 阿草 還會嚇死你 你們手上這一份是昨天美國國際刑警 剛發過來的資料 原來米智要在美國的時候 患有精神分裂和暴力形象 之前曾經和家人發生衝突 後來被家人送進精神病院 我們之前收到的資料說 阮永漢患有狂躁症 想不到他們兩個還是住在同一家精神病院 不但如此 他們兩個還是在同一個時期進行治療的 阮永漢的治療區是一年 而米智要則是三億元 對 所以我懷疑這兩個人 有很大的可能性是認識的 張家強、鄧志超、陳聰、趙德華 都和這個米智要扯上微妙的關係 如果這個米智要和阮永漢 你是認識的話 那這個巧合就太不可思議了 照你這麼分析 那米智要和我們之前想要追查的簡文件 會不會是當年玉彩孤兒院的朋友 我的意思是小玩伴 又或者是他們同樣喜歡看後龍漫畫 你們這些推論都有可能性 無論如何 我總覺得十多年前的玉彩孤兒院 和失蹤的簡文件 以及眼前這個米智要 似乎有點遠遠 所以只要找到證據 證明米智要和簡文件的關係 就能解開後龍殺人事件的真相 對吧 每個案件都有漏洞 不可能找不到線索的 十多年前玉彩孤兒院發生命案的時候 簡文件大概是十一二歲吧 那也就是說 很有可能在國民登記局 可以找到他的資料 你說的沒錯 阿傑阿倫 你們馬上去調查 1998年到2000年 也就是玉彩孤兒院發生命案的兩年之間 看看國民登記局的註冊紀錄 有沒有簡文件這個人 白斷 阿傑阿倫